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有一件事情火爆全中國 也讓很多台灣人傻眼 那一對上海的新婚夫妻 余小姐跟陶先生 10月到了西藏的阿里地區 蜜月自駕遊 結果自駕遊的途中 發生了高山高原反應 你也知道這個山太高 如果平時不是居住在那邊的人民 突然過去的話 會產生這個高山高原反應 這很正常 產生了這個反應之後呢 導致了昏迷 那昏迷會發生什麼事 車禍 但陶先生基本上沒什麼大礙 但余小姐就非常的慘啦 已經到了命危的程度 需要大量的書寫 但當地余小姐匹配的寫型 存量不足 A型寫嘛 而這個時候啊 突然一道命令下來 上海的衛健委接到上面的命令 通知了遙遠的西藏阿里地區的政府單位 動用了所有的公務員啊 還包含了公安民警消防隊 可謂是軍公教警消單位 甚至解放軍啊 集體為了這個余小姐採樣捐血 最後整個阿里地區的A型血 通通給這位余小姐補上 動用了7000多毫升 要知道這瓶可樂才1500毫升啊 將近快要5瓶這樣的可樂啊 這個余小姐在接受了這將近5瓶的可樂後啊 在阿里撐了三天 那余小姐的家人啊 最後決定包機到四川的花溪治療 那上下飛機的時候都有專車跟公安開到護送 避免了這個等紅綠燈啊 或是這個交通堵塞嘛 而到了四川住了十幾天的ICU病房 穩定下來後 一直到11月3號才右轉又回到上海 那前前後後這兩個月啊 她天天打針 只能吃半流直食物 或是禁食 體重也嚴重掉了十幾公斤 所以就知道到底這個狀況有多嚴重了對吧 那這件事情為什麼會被曝光呢 原因是這個余小姐自己做S 把這件事情發在網路上感嘆大難不死 諸如此類這些話 所以這件事情引起了全中國民眾的熱議 那才有越來越多的這種截圖留言 才也流傳出來 會被大家看到嘛 不然你突然帳口就來 曝光一個這個事情沒有人看到 而且這幾乎是全中國除了小粉紅的人都在罵 不是公務員的也在罵 你憑什麼可以享受到這種待遇 憑什麼我們這種普通人沒有這種待遇 甚至還有人調出李克強 克強兄為什麼也沒有這種待遇 你想就知道了嘛 即便這位余小姐 她家人是造家人的官員 但級別肯定是不如李克強的副國籍對吧 那你就知道正常的副國籍 跟腎上的醫療團隊一定是比這個余小姐背後的造家人來得更強大對吧 而李克強就是明顯政治鬥爭故意不救治的 所以你就知道這件事情調出來了是中國的階級分明 而擔任公務員的中國人也在嘛 憑什麼我廢了千辛萬苦考上了公務員 對吧很多小粉紅什麼林天天啊 以前那個叫什麼賴什麼金的啊 什麼為什麼魯的啊 他們不是都說要考公務員嗎 我好不容易當上了公務員 卻成了你們趙家人的奴才 難道我們考上公務員是你們趙家人的移動血包嗎 我的回答是 沒錯公務員吃誰的飯 趙家人的飯 考公務員是不是要過政治審查 是不是要愛黨愛國 尤其是愛黨為第一優先 因為你是共產黨的子民 享受了趙家人帶來給你的光輝跟一些小便利 那自然趙家人出事的時候 你就要當移動血包 那現在全中國都在猜測啊 一位叫做余洪彥的女子 可能是這個余小姐或是陶先生的小姑姑 而就是他下令的特權 那余洪彥目前擔任中共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的黨組成員 同時也擔任了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黨組書記以及局長 甚至還兼任了中華全國婦女聯合副主席 那他曾經還擔任過廣東省副省長 黨員組織 南方科技大學黨委副書記 校長 所以你看這個經歷跟這個官位 雖然明顯不如李克強 但也是很大的官了對吧 不過啊 這些都被小粉紅跟余家人給闢謠了 說什麼包機啊還有一些轉院的醫療費用 是我們借了120多萬 多少錢 五六百萬台幣借來的 那這樣又有一個問題啦 請問在中國這樣的管制 對吧 很多人錢突然領不出來對不對 或是領一次你要去預約 你要花好幾次去領得出來 誰可以在這個時間內 短時間非常短的時間 借到120萬而直接打仗過去 難道是你我這種或是 粉紅林天天阿強哥這種普通人嗎 多少中國人因為繳不起錢被終止手術 或是等你繳夠了錢 我們再開始動手術 等錢到位的時候人已經走了 因為前後往往都已經一兩個禮拜過去了 他們怎麼借不到你借得到 可想而知你們家的圈子就是 我突然很臨時借個120萬人民幣都是不會計較的事啊 沒關係等你有錢了 把這個事情撐過去了 你再還我 你就代表他的圈子就是這樣等級的圈子對吧 那這個圈子是什麼圈子 還有權力動用到 基本上橫跨了整個中國的醫療團隊 跟這個公安啊解放軍啊都可以當你的移動血包 所以小粉紅就會說你看他一連120萬都要借了 他怎麼可能會是趙佳人呢 小粉紅你也不是趙佳人 但我今天要你去借120萬來你借給我看 你借不到嘛 全體公務員位移車禍女子獻血 聽起來本是一件獻愛心搶救生命的好事 沒想到女子獲救之後 第一時間不是感謝醫護人員和獻血的陌生人 而是炫耀自己的小姑姑能調度公務員的權力 和家裡花百萬包機的經濟實力 這讓人們不由自主的懷疑起來 難道這不是一場出於愛心的救援行動 而是權力在背後發揮著巨大作用 換成我們普通人是不是只有等死的份兒了呢 現在女子的丈夫和父親都出來回應了 說小姑姑不是供職人員 家裡沒有掌權的人 不是非富即貴的家庭 包機轉院的錢都是借的 但是他們的回應依然沒有打消網友的疑慮 這次的事兒能在網絡上曝光 又是當事人自己炫耀出來的 如果受傷的人身邊沒有小姑姑這樣的人 能在短時間內調動這麼強大的公共資源嗎 是不是只能坐以待避了 據說上海衛健委還聯繫了原葬的上海醫生 趕過去給他會診 您看看這是普通人能有的待遇嗎 而阿里地區相關部門的工作人員卻對記者說 這次獻血不是強制的 是大家出於愛心自發現的 沒錯 我們相信阿里地區的公職人員的愛心 更相信民警相防官兵 部隊官兵挽救群眾生命的絕情 但是被救女子話裡話外 看不出對他們有半點感恩 只有對權力的頂禮膜拜和高高在上的優越感 在他眼裡 這些無私獻血的人好像都是權力可以隨意調動的奴僕 你說廣大網友能不害心嗎 所以這也好理解 第一種可能就是他大部分的錢是投在什麼 股票基金房地產 突然臨時轉不過來這麼多 而120萬是他借的 那說不定整個醫療費是300萬 你自己出了180萬 你可動用資金現金流是180萬 你剩下120萬是去借的 等你賣一些基金股票在周轉的時候你才有那些錢再去補 這不代表你家是真的很窮到沒飯吃 買不起車買不起房的那一種窮 那不一樣的概念 再來第二種可能是你們家啦 真的是沒什麼錢 但你親戚是大乖 他可以暫時幫你動用關係度過難關 所以結論不管是你窮或是有錢 這都無法為你靠關係 享受趙家人待遇而洗地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小粉紅你們每次打的點都不太對 當然還有小粉紅說什麼你看他自駕遊的那台車 不是名車啊 不是什麼賓利啊 奔死啊 還有死啊 或是什麼 什麼房車啊 所以他肯定不是趙家人 我想說啊 並不是所有的有錢人出遊 都是開豪車的 不知道為什麼你們至今2023年還有這種觀念 Why 也說不定這一對新婚夫妻啊 是不太想靠家裡的關係 或是靠家裡的錢 所以他們自己買了一台車去自駕遊 不巧途中發生了意外 那發生了意外沒辦法還是得靠家人嘛 又或者是他們自己有豪車 但是因為要自駕遊風險大 所以不開豪車 開了普通的車 甚至去租車 租便宜的車 需要低調一點 開什麼車並不能解釋 他是不是有權貴關係 跟他是不是照家人 為什麼小粉紅你們腦袋都可以 如此的簡單成這個樣子呢 我認識一些台商 他們有時候開車就是開個10幾20年的 Toyota 或是Nissan 有需求的時候才會開豪車嘛 不代表他沒有 而越來越多的粉紅網軍啊 出來洗地 那又更加一步的證實了 這位余小姐家裡後面確實有關心 所以才有粉紅出來洗地 再來還有一部分的人罵余小姐 但他們罵的不是公平 罵的是憑什麼你可以而我不可以 我也想要可以 你以為這件事情會讓他們更痛恨中共嗎 錯了 他們只會更痛恨自己的無能 更痛恨那些人搶走他們今天功成名就的位置 今天我努力當上了大衛 我就可以享有這樣的待遇跟保障 所以千萬不要覺得在中國 當一個人受到了一些不好的待遇之後 在他有機會掌權 或是當上一些有權力分配的位置之後啊 他會避免掉他自己以前受過的苦難 而去改進這個體制很少啦 相比其他國家來說 中國這樣的技術是少得非常可憐 當然這個只限於極權國家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歐美日韓台啊 這些地方很多的民間團體或是政客 從過去的歷史上啊 都會去避免以前發生的苦難 進而去做一些問題的改善 不管這個進程是快還是緩的 有在做這個 但相比中國是沒有的 他們是享受這個特權 所以為什麼聖上小時候他爸被文革批鬥 他現在又把這些苦難帶回來他統治人民的身上 我只能說這件事情發生在歐美日韓台灣身上 被曝光絕對是很多光源要下台的 而且各大新聞媒體跟爭論節目都會批判或是暴老 而在中國只有洗地 甚至是壓新聞 所以舔共了台灣人 你不是壞就是笨 對於那些壞的台灣人來說啊 你以為真的所謂的出賣台灣統一之後 你能當吳三桂嗎? 不好意思啊 你失去這個身份之後 你就是一個移動寫報議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就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喜歡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九三再見了 掰